我支持郭嘉琪議員提出優惠辯論 提出優惠辯論是給大家有機會 無論你是贊成也好、反對也好 有一個充分討論的機會 令到我們在一些非常敏感 或者有爭議性的問題上 有一個社會的平台進行交鋒討論 令到我們對問題有一個更加深切的了解 所以我覺得無論你是贊成也好、反對也好 都是可以贊成這次優惠辯論 在討論當中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到 大家最關注的是 譬如說有兩個重要的方面 第一個就是在整個DQ的過程裡 有沒有適當的程序公義 被DQ的候選人 有沒有一個辯解的機會 另外如果我們有一個憲法的權利 我們為什麼不在法庭裡處理 而是有一位選舉主任來做呢 請秘書顯示點票結果 表決結果是贊成的23票 34票反對、無人棄權 我宣佈建議被否決 有重點是沒問題 無論是有問題 我們要發出這些歷史的資訊 可以選擇 去判斷 這一點歷史的方式 散扎 這是